《恩典每日成修》 大家好 欢迎来到《恩典每日成修》 我是一雄一雄 很高兴今天能够与大家一起成修 今天和大家思想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该如何面对困难的处境呢? 今天的灵修 来到《撒姆尔基上27章》 这时候大卫逃避扫罗的追杀 已经有十个年头了 大卫和追随他的人 长期要躲藏在旷野的山洞里 忍受着潮湿、困岸、狭窄的生活空间 和饥寒交迫的生活环境 大卫的生活是过得非常的艰难 他已经非常厌倦这样的生活了 大卫曾经有两次机会可以杀死扫罗 最近一次就是上一章所提到的 在旷野前的阿基拉山上 可是大卫尽畏耶和华 不敢随几亿击杀上帝所高利的王 就算是有人告诉他 这是耶和华给他的机会 因此大卫就必须付上代价 过着颠沛流离 居无定所的生活 可是这样的生活还要过多久呢 今天参稿的主要经文是 撒末尔基上27章1到2节 大卫心里说 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 不如逃奔菲利斯地区 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境内 就必绝望不再寻找我 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 于是大卫起身和追随他的六百人 投奔加特王马俄的儿子 雅籍去了 经文告诉我们 大卫想到一个方法 可以一次过断绝扫罗的追杀 就是离开以色列本国 投靠敌对的菲利斯人 大卫在许多事上 都寻求耶和华的指示 可是这一次 大卫却没有求问神 这个决定是否是对的呢 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他必须负上 以躲躲藏藏 更为沉重的代价 就是必须不断的 以杀人和说谎话 来得到敌人的信任 和生存的空间 因此大卫刚刚脱离一个困境 又进入到另外一个 更为严峻的困境当中 大卫也因为杀了太多的人 以至没有资格为上帝建造圣殿 大卫既然不愿意 杀害神所高利的扫罗王 他就应该坚持忍耐 并且继续的维持付代价 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生活中 坚持基督徒的生活原则 是要付上一定的代价 因此我们必须学会持守和忍耐 我们若是不能持续抗拒压力 放弃的必须持守的基督徒价值观 就可能走到一条看起来 比较容易走的路 却是一条不蒙神祝福的路 就是说我们可能在物质的生活上得到许多 在人性的关系上可缓许多 但是心中却没有平安 天天戴着面具过活 渐渐的与神的关系就疏远了 进而失去了神的祝福 这正是本章圣经 对大卫当时生活的一个写照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每天以赞美敬拜来亲近神 以圣经的真理为我们的生活导向 把我们的困境告诉神 让祂掌管一切 以致我们可以活在神的引导中 过得圣的生活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帮助我们持续的坚守 基督徒的生活原则 抗拒这世界给我们的引诱和压力 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使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你的引导中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鼓励大家把《撒末基上》27章读完 更深入的了解其中的所谓教训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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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一次见